黄姐 您说说 小李刚进公司的时候 你为什么跟他 能够迅速地聊得来 首先我觉得 就是小李人长得好看 因为我个人是有点颜值控 我对于长得好看的 我都会多看几眼 对 您既然有颜值控 所以让你安排坐我旁边 是 我特别荣幸 所以我特别荣幸 然后呢 他就是也有能力 他很 就是说话呀什么的 男人接物比较得体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如果搭配 比如说一块去见客户 肯定效果会更好 我也能带他 其实我承认 我刚去公司的时候 他对我真的是真心实意的 我也说了嘛 很感激他 可是我觉得 如果真心实意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后来 也不会这么对我吧 长我们对你了 我就拿最简单的一点 小事公司的这个 排班的问题 就是领导 我们大领导呢 直接让黄姐 然后去安排 我们的公司的排班的问题 然后在排班之前 我跟庞经理 我跟他说了 我说希望这周三 不要安排我 尽量不要安排我 因为那周三 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 然后在我看到排班表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失望 因为那天他就把我 排到了周三 我觉得这个事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呢 是周二周四都已经固定好人了 已经有人排 那周三就剩了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下午还请假了 是要陪 要 孩子要开家长会 然后就只剩小李了 所以那没办法 就只能是安排他排班了 但是小李说了 很早就跟你打招呼了 周三妈妈过生日 但是因为我们排班 顶多也就值班到七点 也不会说特别晚 过了晚饭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 是完全可以陪妈妈过生日 或者也是有些时间 庞姐 如果说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拒绝 我觉得我是可以合理地 安排好时间的 我觉得我妈妈的生日 一年就这么一次 我觉得我错过了 我很遗憾 我觉得也是 一年就这一次 陪妈妈过生日 人家也很早就跟你说了 那什么给孩子 接辅导班那些 我觉得相比之下 人孩子这理由 也可以说得过去 那我们公司就这么几个人 能排不着我去值班去